美国犹他州大学研究发现 从饮食中摄取维他命E量高的人 比摄取量低的人 得到子宫颈癌几率下降40% 罹患子宫颈癌病人的血清维他命E含量 也较正常人来得低 为什么维他命E能够降低子宫颈癌的罹患率呢 波兰鲁布林医学院 一项对于女性抹片检查的研究 分别针对没有受到HPV感染 以及已经发现HPV细胞感染女性的细胞图片 进行分析和比较 数据显示受到HPV感染的一组 维他命E含量明显偏低 研究并指出维他命E除了能够保护细胞内构造物之外 维他命E与蛋白接收体结合会产生一种复合体 有助于活化并增加磷酸黴基因A1和A2的作用 同时能够恢复损伤的DNA 抑制细胞过度增殖 防止子宫颈癌病变 提醒您多注意饮食中维他命E的适量摄取 以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丢